来人 去把少帅请过来 奶奶 我从小就生活在河浦 长大后嫁给林家 怎么会认识在京城的主夫人 这一定是有人想要陷害我 奶奶 你一定要相信我 哼 有什么话 等西瑶来了再说 那封电报在哪 我把电报局的人带过来了 根据电报编号我查了存根 这发报的地址并不在林府 这里写着灵山街十五号 是哪里 灵山街直到十四号 根本没有十五号 灵山街十四号 是什么地方 十四号 找到了 是一家才艺店 李河北 你拿着这封信 去灵山街十四号 让你们所有的伙计 都写一遍灵山街三个字 老夫人 阿夫人身体不好 说是一直跪着 身子恐怕会吃不香 阿夫人昏过去了 先把他抱到床上去 等一下请大夫过来 看来 是时候让这个孩子发挥用处了 快点走 别磨磨蹭蹭的 给少帅老夫人请安 我就是沐心才艺店的伙计 罗三 这名字 可是沐家的店铺 没 没错 说吧 这封电报是你发的吧 是 是阿少爷让我发的 你说的二少爷 可是沐文版 对 对的 沐锦柔 他说的话 你可听清楚了 沐文版与你那么亲近 这事真的与你无关 连昏倒都不让人装下去了吗 少帅 沐文版糊涂 可他应该也是想为我做些什么 没跟我商量就做了这种事 一派胡言 还敢说你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冤王 这一定是有人要陷害我 够了 你真是个蛇蟹心肠 若不是木碗机灵 灵家骨血就要被你白白害死了 难来 我没有 我 我的肚子好痛 你以为你就要赢了吗 等我亮出杀手锏 你现在所有的一切都会消失不见 小帅 少夫人 听说这里有人患了妇科病 杰萨医生 你来得正好 这个就是病人 恭喜少帅 沐仪娘怀孕了 你要做爸爸 什么 怀孕 我怎么会怀孕了 温温 太儿怎样啊 还健康吗 能看出月份吗 太儿很健康 运气还短 看不出准确时间 只是按照沐仪娘所说的月时时间 孩子应该还不足两个月 两个月 难道真的是我昏迷的那段时间 阿弥陀佛 灵家有后便好 哼 奶奶 说起来 我最近口味变得很怪 现在想来 是因为怀孕 说是继续和大家一起用餐 恐怕会坏了大家的胃口 我看这些就不必了 这孩子 不能 你在说什么 沐仪娘得了病 也就是你们这儿常说的 花柳病 不可能 绝不可能 奶奶 我一下子分手机 怎么会得这种病 这绝对是骗人的 既然姐姐不放心 我们就再找个医生吧 对了 林大夫 林大夫医术高明 我们请他过来 林大夫刚给都军看过病 我这就让红袖把他请来 啊 为何我有种不好的感觉 林大夫来了 怎么样 我到底有没有得病 二夫人得的是花柳病 不 这不可能 西遥断然不会有这种脏病 你从哪传过来的 你最是清楚 说起来 那天那个贺掌柜 好像对二夫人格外关心 好啊 来人 把那个贺大掌柜的 给我带过来 老夫人 贺掌柜来了 明轩啊明轩 你可一定什么都不能招 需要好好地保护我 和我们的孩子 两位医生 有牢了 你们干什么 别动我 我们已经检查过了 他也得了花柳病 来人 把这对肩夫淫妇 给我绑起来 我定会让你们知道 在独自偷人 是什么下场 冤枉 奶奶 我冤枉 奶奶 无论如何 都是一条生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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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